我觉得这极寒模式啊 一定要玩点不一样的挑战 既然暴风雪来后 有人会鞭火 报了位置 那我们就挑战 落地不捡枪 捡点头之窝 等暴风雪过来后 悄悄的摸过去 用手雷偷袭他们 用他们捡的装备吃鸡 你该不会叫我来 就是帮你找雷的吧 哎哎哎 把我想起来傻人来 大胆的 把我好点的想 那你一定是觉得我厉害 让我过来保护你的 怎么说呢 也算是一种保护吧 等会你就知道了 这把的成败 跟你有很大关系 难道让我记天 不不不 不会的 小兰你先别动 附近有车 我这旁边还有个脚步 此地不宜久离车 哎穷了这么久 终于来活了 就前面这个活 把他们给偷袭了 我们的装备就来了 先悄悄的遛过去 打枪的不用 来到附近 一个人烧瓶 遛过去 准备好平底锅 上 出来了 吃我一锅 直接烧到 先把他给补来 随便给我一把枪就行 没问题 我看那有啥 他给你留了一条后子 你可以了解一下 他就一把枪 还只有二手发子弹 但是问题不大 这装备马上就来了 暴风雪结束了 让给他走 这子弹不够 还是先车好了 我去高处观察一下 这里有人过去绕一下 妈跟我来了 他们眼了 刚好看见我了 他们人多 等一下又该说我欺负他们 飞车 暴风雪快来了 想这个屋里躲一会儿 等一下附近人点火 我们就可以去炸他 拿装备 先把门宝宝对贴人上 这边干活儿了 他们附近有点火儿的没 呃 这的面咋就一个点火儿的 好家伙 都些聪明了 18个敌人 就一个点火儿 弹完了 肯定好几队去打他们 我们没法去了 就当我以为 这把要凉凉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脚步 好几位25发子弹 解决了 我们就服务一了 打中了两枪头 你可以啊小子 他肯定要上来 小蓝 你的作用来了 你就蹲着楼梯口 千万别走 他上来先打你 我们就还有机会 来了 我先躲一下 呀你脱脱脱脱 我不是想跑 时间脱了 快快快 我来了 来 先补了 原来我是过来挡子弹的 能吃鸡就行 完了 又来一个 不好不好 只完全不在计划中 虽然我还去四起 但他也好不到哪去 接下来 我已经过拍 你先打药 他比你还慌 丢雷了 看到了 丢的是烟雾 到我了 冲 怎么样 小蓝 我就是这把的关键 还得是你吧 不是你拖住的 我也吼到现在 给老子闭嘴 我无话可说 行吧 这边肥 熊师级 不快的 就是这么个理 走 找人去 这里好像是一个伏地膜 看不清楚 去前面看看 呀 就是一个人 洗脉的妙了 二位 走 踢着左边圈走 这里有一个人 那准备好 一起打 别给他起来的机会 nice 前面这里不错 还在圈里 哇 有人 好奇 还往草丛躲 还好来得及时 他又是提前躲草丛 我们过来 肯定要被偷袭 最后一个人来 将高处 看看在哪 这里是不是 标记了一处地点 那是一朵草 妈 这小子 还放了一个无人机 我一下去 他无人机就还停了 哎 我想 我知道他在哪呢 走 绕一下 他摁到你了 还往哪儿躲 吃了没分 抽 来 吃鱼烟 第二个吧 再走呗 拜拜